本节目有好书宝牌黄金油胶丸特约播出 有几百九颗 还没好 饭又好书宝 出租屋内几名男子一个月不出门 年纪轻轻 银行转账金额高达一元 打击讨分 北方警示马上播出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斌 旧时候有个迷信的说法 说是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鬼 又去引诱他人来被老虎吃掉 这种鬼叫做仓 这个传说当然是荒诞的 但是为虎做仓这个成语 却一直流传了下来 比喻充当恶人的爪牙 帮助坏人去干坏事 当下电信网络诈骗形势严峻 骗子是异常的仓决 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肆无忌惮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身边 有一伙舱在为他们服务 前不久呢 上饶玉山警方就打掉了 两个这样的团伙 他们专门为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提供跑分服务 涉案金额高达数亿元 六月初 玉山警方接到了来自公安部的一个警情通报 灰属地为玉山当地的一个手机号码 涉嫌国内一起特大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了侦查 侦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了这个电话卡 其中它这个关联的 也是通话记录比较多的一些人 这些人呢 他们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团伙 那么这个团伙成员究竟是谁 他们又是干什么的呢 经过摸牌 办案民警了解到 这个团伙的头目是当地的兄弟俩姓曾 在他们的手下还有一批马仔 后来我们也是通过这个银行资金流水的追查 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 这个我们就发现 这个团伙它就是专门使用自己名下 和他人名下的银行卡 这个帮助上游这个电信诈骗犯罪集团 进行转战洗钱的一个这么一个团伙 那么俗称就叫跑分团物 所谓跑分 是指电信网络诈骗集团 骗取到受害人的钱款后 要立即将赃款分流转移 至千千万万个子账户中 以规逼赃款被冻结 而要转移分流赃款 至各级子账户 就需要人工去操作 他们会事先招募马仔 一旦骗到钱款 便立即让这些马仔进行操作 以最快的速度 将账款转移分流出去 这个过程就叫跑分 这种犯罪危害性极大 他们危害主要是帮这个境外的分子 去把这个诈骗账款 去这个不停地去转战 分流到不同的账号 这个给我们公安机关的追查资金 带来非常的难度 就在办案宁警 对这起涉嫌跑分案件进行侦查的时候 玉山县公安局宾夕派出所 又接到了辖区群众报警称 在一出租屋内 有几名刑迹可疑的年轻男子 有几个外地青年 这个不迷身份的 这个经常待在房间里玩电脑 逐步出户的那种 然后做饭也不做饭 也没有震荡的职业 都是点外卖的 这几个人租进来 是租了多长时间 租了一个月都没有到 由于觉得可疑 他一出所明警 立即上门排查 果然发现了异样 发现电脑有五六台 笔记本电脑 手机有十几部 然后我们通过拉开抽屉检查 发现有银行卡 几十张七八十张银行卡 面对民警的询问 这些年轻人表示 自己是颇养人 是从事淘宝刷单的 然而当查看他们的手机和电脑时 民警发现 事实并非如此 然后通过浏览他们手机 以及平板电脑 上面的浏览记录 我们发现了他们是 通过翻墙网件 到境外的一个网站 应该是一个赌博平台 以及一些境外的聊天网件 在那里聊天 6月5号 出租屋内的这三名年轻男子 都被带至玉山县公安局 进行进一步审讯 经过讯问 他们最终 也如实交代了自己 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进行跑分的犯罪事实 他们是为首的 也是一个 也是玉山本地人 一个姓刘的 现在已经被 湖南永勤的边 公安机关抓获了 而令人高兴的是 6月下旬 于玉山县公安局 反诈中心的民警 经过多方摸牌 也确定了公安部线索中 曾氏兄弟的活动轨迹 6月23号 办案民警在县城一出租屋内 将曾氏兄弟等七名犯罪嫌疑人 抓获归案 抓获了以后 我们就对他的手机进行采集 采集以后就发现他触目惊心 因为它是从这个 我们采集的时候 我们就先看最近的 那么从2021年的5月1号 到2021年的6月1号 就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这七个人的跑分团 我使用他人31张银行卡 总共跑分转战金额 就达到1.74亿了 而在以刘某为首的 跑分案件中 实际上刘某早在几个月前 就被湖南警方抓获了 然而他下面的马仔张某等人 并没有惶惶不可终日 反而开始单干了 刘某被抓之后 这个张某还是有 这个上家的联系方式 他就继续做这一款 继续帮忙去 经过统计 在犯罪嫌疑人刘某这条线的 跑分团伙中 他们的涉案资金也十分惊人 他们每天的进展 大概有50万左右 然后从这个团伙窝点 大概是从一月份 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做了 就是这个涉案金额 肯定是超过一个亿的 出租屋内 几名男子一个月不出门 年纪轻轻 银行转账金额高达一元 打击跑分 北方警示正在不出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半年健康百年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欢迎回来 这两个涉嫌跑分的犯罪团伙 彼此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关联 但是他们的涉案金额 都达到了一元以上 那么他们究竟是怎样 拿到上亿元的资金的呢 这些犯罪嫌疑人 又为何会不顾同伙 被抓的前车之鉴 继续疯狂地去做案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金融通信业的快速发展 虚假信息诈骗犯罪 迅速在中国发展蔓延 接触于手机固定电话 网络等通信工具和现代的 网银技术实施的 非接触式诈骗犯罪 可以说是迅速地发展蔓延 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而且电信网络诈骗的范围 从沿海逐渐向内地发展 不法分子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而随着我国对电信网络诈骗的严厉打击 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也将窝点大部分 转移到了境外 按照官部通报的数据 跟我们这边排查 我们因为每个乡镇都在对 缅北回旧人员进行排查 大部分应该都是我们这个国内 被带到缅北去 对于电信网络诈骗分子而言 他们的目的就是骗取受害人的资金 然而随着公安机关打击力度的增大 以及帮助受害人止损能力的增强 如果受害人在发现被骗后及时报警 警方很大程度上能帮助他们挽回经济损失 我们目前冻结 我们对一级卡 我们资金查询是非常速度非常快的 也就是说你来报案 只要你及时来报案 我们查询了一级卡 我们很快就可以给你进行冻结和支付 所谓一级卡就是指犯罪分子 在实施诈骗时 要求受害人将资金打入的那个账户 然而为了逃避打击 犯罪分子会迅速将一级卡里的 诈骗资金层层转移进行洗钱 逃避打击他们为了迅速的转战 增加我们公安机关追查资金流水的难度 那么他犯罪行人他这样子搞了以后 我们等于资金查询 我们需要从一级卡再查到二级卡 再查到三级卡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 他已经把钱全部转走 甚至有的犯罪嫌疑人 还会将战线拉得更长 转账的层级更多 而这些转账就是跑分 为什么这个资金这么难追 就是存在这个跑分团物 帮他们这个四五级的底层洗钱 给我们增加很多难度 后来公安部也是有发了这个文件 就要求我们这个严厉打击 这个跑分团伙 在跑分的这个过程中 需要有人来操作转账 同时也需要大量的银行卡 犯罪嫌疑人陈飞 是刘某诈骗团伙中的一名马仔 今年三月份 他被同学拉入了跑分团伙 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办理五张银行卡 他当时是带我去办的银行卡 他是让我自己去办的 你带几张银行卡 我在玉山只有三张 因为前面的两张 是我自己本来就有的 加入跑分犯罪团伙之后 同伙给陈飞发放了一部手机 并让陈飞下载特殊的聊天软件 在这个群里 有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上线 每天上线都会在群里 分配跑分任务 而类似陈飞这样的马仔 则需要立即抢单 他们有个平台 然后我去上 就是他给手机给我 然后我去上面去抢那个单 就我们每个人卡里面 就他会可能隔一段时间 他会往我们卡里面打钱进来 然后就让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卡 给那些单子把钱打过去 往陈飞等人银行卡里打钱的 就是钱逃在境外的上限 而这些钱 就是他们通过诈骗手段 得来的赃款 单子上面它是有数的 就是它是谁啊 谁的卡号啊 然后它是多少钱啊 它很有显示的嘛 然后我们就按照上面那个数字给他打嘛 上限往下限的银行卡里打钱的目的 是让他们跑分 那会不会存在下限收到钱后 不按上限的指示转账 而是将钱给私吞了的情况呢 先前有出现过黑市黑 因为都没有交押金 因为他们跑分之前 他会就跑分转账之前 他会交押金 比如说他要交20万的押金 20万押金他们收到了款 他是不会超过20万 陈飞说 他们在接到来自上限的转账之后 要立即打款给指定的账户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每转出一笔钱 可以收取转账金额 千分之五的佣金 正是在如此高额回报的诱惑下 许多类似陈飞之流的年轻人 铤而走险 加入了为诈骗分子 洗钱的跑分团伙 甚至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 他们还花钱四处购买 或者租借银行卡 他为什么他要不停地去买卡 因为他有的银行卡 会出现很异常的交易的 比如说他跑的量很大以后 就会被我们人民银行监控到 完之后会把他这张银行卡 进行冻结的 或者说暂停他的非贵面业务的 9月17号 为进一步依法严厉惩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对其上下游关联犯罪 实行全链条 全方位打击 依照我国相关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联合出台了 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 其中明确规定 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 而收购 出售 出租 信用卡银行账户等行为 属于犯罪行为 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 你出租转借出售 五张银行卡以上 那么你就构成帮信罪 你个人 这个帮助一级卡 帮助诈骗团伙 转移受害人资金二十万以上 你就够帮信罪 你累计银行流水超过一百万 你也够帮信罪 你这个使用他人电话卡 二十张以上 你也够帮信罪 买卖 出借 对供账户 以及银行卡 电话卡等 都是违法违规的行为 这会影响到个人征信的报告 情节严重的 还可能涉嫌犯罪 在此呢 要提醒广大的群众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 银行卡 网银优顿等账户存取工具 保护好登陆账号和密码等个人信息 对于废弃不用的银行卡 应及时地销户 不随意丢弃 千万要遵守法律法规 不能贪图私利 而去碰触法